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人流行的生活方式 然而 当这种方式流行数年后 很多人开始怀念我们自己的婚礼 什么是中国人的婚礼 传统的中式婚礼有着哪些环节 需要哪些准备 李秋那天 安昌镇的六位老人 意外地得到了一份婚礼准备单 这份婚礼准备单来自八十年前的安昌古镇 铭金 敲骨 奏乐 简短的文字隐藏着上百个礁石的流程 就在这一天 这些加起来近四百岁的老人 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 他们希望在二零一二年的腊月 欧元这场交失了八十年的水箱婚礼 并且希望有年轻人能够采纳 时间紧 任务重 一切筹划与准备 只经历在拼准的记忆和这张红纸简短的文字中 他们能够成功吗 绍兴古城西北十七公里便是安昌古镇 六百多年前 小和两堂的居民开始迎建古镇 他们恪守着祖训传统 一直繁衍至今 六十岁的施玉叔 是那群老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他明白 在这个时代快节奏的现代化生活 让很多传统濒临消失 要想复原一场消失了八十年的婚礼 希望非常渺茫 然而 他们并不愿放弃 婚礼前的准备成为此时最紧迫的任务 施玉叔就像一位考官 古老婚礼的常识便是考题 严格的测试是为了选拔婚礼道具的制作者 六十岁的如元儿在古镇做了一辈子木匠 从前做的全部都是生活用品 而今天游客需要的只是摆放在家中的装饰玩具 英雄无用武之地 遗憾地如元儿便开始收集藏经的回忆 我们父亲啊 爷爷他们做的 这个是石筒 石筒 石筒以前我们这里长辈 这可以拎 拎 当皮包拎的 里面放红包的 发给小一辈 发给小孩子 这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也可以用 那个洗心的时候也可以用 拿出来把红包给小孩 小孩 里面放这种东西 都是木质的 都是木质的 老的木质的 这个是茶筒 八角茶筒 八角茶筒 盖子可以打开来 这样打开来 这上面可以这样的弄下来 里面是放茶五的 这里面不要给它冷 里面放的棉絮 其他就放进去 其他有保温的作用 保温的作用 能够像父辈一样 用老手艺做婚礼用品 如原儿心肺异常 然而那些古老的木桶 在当年如何被制作完成 这位老木匠心中已有打算 第一步便是木料的选择 古镇不远处便是一个木料市场 数千种木材中 哪一种才是最佳选择 对于那些聚过之后整齐堆放的木材 如原儿和儿子 连看都没有看 最终的目标 就是这些用了很多年的老木头 我们当中后统都得这种老木头 它多样是这种老木头 要挑过的 整队里面挑出老的来 要挑出最老的 要挑出最老的 为什么用新的 因为我这个虫 要收缩 老木头不大会收缩 老木头做好以后 还要技术给它加工 一般的话买去它们要裂缝 老木头它收缩性比较稳定了 比较稳定了 需要比较稳定了 比较稳定了 熟悉的工具 熟练的手法 几十件婚礼用具 如原儿最先做的是一个小木头 具处弧形的轨迹 将木料一分为二 在如原儿看来 这样的传统 并非只是为了节省木料 还有另一个讲究 每一个都是这样来做的是吗 这是我们最传统的做法 不需要这样做 这叫套的做 做小的最好是同一块木头 同一块木头 好处在做 好处在做 一块红的 那就难看了 是不是 将十多块木条仔细拼接 用不同的工具 油粗制细的雕琢打磨 下一个工序 将是整个木桶制作过程中 最为复杂的一步 菇筒 菇就是用面或金属条 将零散的器物固定在一起 这一步关系着未来木桶的长半 这是银子 银子 银子去养花做 这两个头 银盒的做 对对对 给它养花了以后 这些头粘住了 这个就是旁沙 旁沙是去冷气水 这一口气 是不是越长越好 最长您能吃多少 我掰的话呢 吹的长一点 分八根 一分来做 一分多 吹的长也记得住 不能记住 短也能记住 就是要记 光光你养花的时候 你不要给它断气 断气的 你就记不住 如圆儿在十岁的时候 父亲便让他练习吹火 用专业术语来讲 就是肺火量 一分多钟 将肺部之气 连续不断的均匀送出 相比泳池中的游泳运动员 也丝毫不差 最终同圈准确地粘合在一起 在这个急速发展的时代 若非那几位老人的异象天开 如圆儿不会花费六天时间 去雕桌一只古老的马桶 然而 这只是二十多件婚礼器物的第一个成品 距离腊月不到四个月时间 它们共同的梦想能否实现 考验还在继续 古老的糖果双手扯成 速度均匀不乏讲究 传统的灌肠半天完成 两种佛料河畔亮晒 请继续收看安长镇千功水乡 就在如圆儿继续打造其他陪驾的木桶时 石玉叔正在寻找下一个目标 洗糖 陈金水从小生活在安长镇 如今八十岁的高龄 让他成为古镇上最老的糖果制作者 陈金水的手艺是扯白糖 这是很多少兴人儿时最美味的零食 但白糖如何扯成糖果 怎么扯 很多人却早已忘却 在沸腾的开水中 陈金水倒入数斤白糖 水和白糖的比例完全依照经验 加时糖多水少 锅可能会糊 加时水多糖少 老人站在火炉前方搅拌的时间便会增加 它最后要搅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水开了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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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里面的糖 即便让氧化晃了 这是 现在还是有点稀 还有稀 现在还有点稀 最后要很稠是吗 当水再次沸腾后 陈金水却盖上锅盖 半个小时的挡带是为了这些水蒸气的蒸发 只有当锅中的水分完全蒸发掉之后 糖浆才会粘稠 在此期间 陈金水不断用着父亲留给他的这块铁板做着实验 这样做比一气做要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样子做了 对身体没有下去 这样子搞的话 身家要吃了 我也放心 他们也放心 是吧 很早 老人一生从未用过温度计 测瘟仪之类的现代仪器 或许在他看来 祖辈留下的方法才是最实用的 这够粗的 你不要动啊 好疼的 这是要让它冷却是吗 这个冷却 冷却 冷却比较讨厌的了 冷却的确耗费时间 即使长口的铁锅 也需要不断在冷水中反复转动 陈金水的祖辈早已在生活中获得经验 金属 金属 不仅能够快速倒热 对于冷却也能缩短它的完成时间 倒入定量的草莓粉 红色便可完成 这个步骤在很多游客眼中堪称神奇 粘稠的糖浆和粉末状的草莓粉 在两手间的一次次转动后 便可均匀的融合在一起 一直以来是这样做的吗 我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做 土做的 你一直强调这个土做就是最老的办法 就是最老的办法 虽然固阵外围先进的制塘机器 已经开始使用 但老人仍相信祖辈留下的经验 这个是抹过油了以后 这些就更冷却了 好烫的 好烫的 十多分钟后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终于开始 那便是扯白糖 还是有点烫的 因为还烫的 温度不能太高 高温会导致糖浆无法成型 温度也不能太低 低温会使糖浆变得坚硬 对于度的熟练掌控 来自陈金水七十多年来 日复一日的劳作 即便今年已八十岁高龄 两只手臂的力量 仍是让很多年轻人望尘莫及 糖越多 扯白糖的距离就会越软 而对脚下的步伐 与双手之间的合作 也就要求更高 是这样拉是吧 嗯 这样拉 套进去 这样套进去 看一方也是这样拉 我说你拉过去 拉过去 这样 我这块有点重了 对 扯白糖看似简单 但一经亲自上手 变形的动作与不匀的速度 常常会导致前功尽气 在陈金水的经验中 扯白糖的速度极为重要 一旦速度降低 糖浆内部的温度便会降低 热量随之减少 最终糖浆便会坚硬无比 好 这样我 这样可以了吧 可以了 这样 不好了 这还挺累的 还要拉了 有的很多拉扯 我都会很多 那这还挺费劲的 这中小有的 像北方人和面一样 陈金水每一次用力的拉扯 逐渐凝固的糖浆 会变得更加均匀 与筋道 距离煮白糖一个小时后 原先颗粒状的白糖 变成了这个样子 成品即将诞生 而每当此时 陈金水都会想起 儿时古镇的情景 当时买这个糖的人多吗 当时买这个糖多多 就是我一家最多买 每天您可以卖多少 在您小的时候 每天可以买到十来斤 十来斤 比今天做的这些还要多 那要多 那比 去年的我 你来做的 我做的多一些 不是铁子来做的 我不用这样做的 在您小的时候安昌镇 你每天卖糖 要比今天还要多的多 他们都是来做什么 做生意的 什么东西都有 明代中起 安昌古镇 因为距离前塘江近在咫尺 等待入江出海的客商 大多会在这座古镇 休息准备 储藏货物 久而久之 古镇变成了一座 远近文明的水路码头 虽然在后来 前塘江逐渐北移 但方圆几十里商贸中心的功能 却一直留存至今 既然是传统婚礼 便少不了酒席的准备 一位能做地道家乡菜的厨师 自然是那场婚礼 最重要的筹备组成员 Toyota,您先前菜 您给您吃 ancest hboi 有多少人 distributions 您就打算好吗 你现在吃 ancest 它是 gelatin包子 灌肠是安昌 that psychology 最地道的小吃 每顿饭都必不可少 因为厨艺 徐来荣的家族在古镇上一直很有名气 然而徐家做灌厂却极为特别 佐料少得可怜 只有白酒和酱油 我们这个酱油和白酒 在香肠里面起什么作用 刷着你也不刷着你把它滚掉 这个酱油你所有比较你不在酱油里面的 这样还没到的 盐不放的不放盐的 盐放的就太咸了 我们酱油里面本身就有这种 要不香味的酱油呢 很香的呢 现在很香的呢 简单的搅拌后 徐来荣将酱油喂好的肉装进长衣中 仍是最传统的手法 手中的皮皮漏斗不知用坏了多少个 长衣薄如馋艺 在熟练的手法中 却丝毫没有破损 这一天下着小雨 但灌肠必须晾在河岸上 在外面晒的目的是 外面两个人 里面有点香油 牛呢 要以四人格一点 晒两个人到里面去晒 是这样的 外面是要接受阳光 接受阳光 一定要阳光晒一下的 明天或许就是晴天 经过十多天冬日的阳光 灌肠便可完成 蒸熟的面饼有意发霉 霉均成了酱油的关键 煤热的搅拌只为发酵 蒸掉水分剩半缸咸盐 请继续收看安昌镇千功水乡 石玉书仍在四处寻找线索 紧张地准备着那场婚礼 这座酱园在古镇上 存在了一百多年 然而直到今天 生意还是异常红火 因为酱油是绍兴人 餐桌上最基础的味道 假使婚礼当天的宴席上 缺了这熟悉的酱油 一切美味都将索然补味 虽是每天餐桌上都能见到 但很少有人看到 这调味品是如何制成的 将面粉制成面团 因为体积太大 蒸圆的鲜辈就发明了 这个省劲的办法 就在那个手 把里面的屁股做到上面就行 就这样 坐一下 沉一下 坐上去 沉起来 怎么抬不高呢 不习惯吗 习惯了这一样的 我看你就特别灵巧是吧 习惯了这一样的 我弄不来 你再给你看看 将面团切成面饼 上锅蒸熟 这怎么看都像是北方主妇 在做馒头花卷之类的主食 然而 在这座古老的酱园中 蒸熟的面饼在晾凉后 却被撒上了一些粉末 之后 它们被集体储存在 一间阴凉不通风的小屋中 这些绿色的粉末是霉菌 它们已经在这座匠园中 一代又一代的生存了上百年 如今等待它们的是又一次轮回 它们对于面饼的任务只有一个 那就是发霉 三四天后 面饼上也长出了细细的霉菌 现在它们还不能食用 酱油制作才刚刚开始 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 长满霉菌并且晒干的面饼 被倒入酱缸中 此时 它们已经完全成为 合合的酱油原料 在中国很多地方 制作酱油需要发酵的黄豆 以及大量的盐水 而在安昌 盐水被换作酱油 一种餐桌上的调料 如此讲究 这无疑是一种奢侈的做法 当发霉的面饼被酱油浸泡后 丁国云便要开始半年的忙碌 只要不下雨 丁国云每天都要重复这样的动作 上百个酱缸被一个个打开 然后像武林高手一般 让缸中的发酵变得均匀 这个算是最后一道成续了吗 这个还不是最后 这个是最本成续 现在有酱油的味道吗 有 有酱油的味道 有香油的味道 有香油的味道 吃起来稍微咸一点 长得可以吃的 多好吃啊 咸死了 咸 多吃咸一点 不是咸一点是特别咸 特别咸 这个也没有加研究 特别这么咸 这个是我们酱油放进去 比较咸的 这酱油放进去 米料放进去 都是什么一缸的 这啥得不认识 是这个血液剩下的 这个血液被剩下的 半年之后 酱缸早已成为微生物的世界 麻布袋子 包裹着黑色粘稠的汁液 在重力的作用下 通过布袋细细的小孔 低井冈 那场传统婚礼 自此有了另一个舌尖上的美味 距离腊月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老人们还在各自寻找 那场婚礼的线索 曾经的安昌 生活着上万户百姓 近千名不同的手艺人 为古镇服务 然而 他们大多已被时间所淘汰 在今天的中国 古镇大多只是一个 曾经的名词 很多记忆中的生活方式 已经消失无存 那月的那场婚礼 能否如愿以偿 老人们还在努力中 在浙江有一个古镇 在这里能看到 世界各地的雕刻石 石雕作品 不仅可以用来抵押贷款 甚至还可以用来换房子 敬请收看作编中国百姬系列片 中国古镇第94集 山口镇石乡传奇